那他們也一直在督促中共說 你要反台獨你就拿出真本事 可是確實有些人認為說 中共你如果只是講 然後都沒有做 然後兩岸的這個經貿的互動 看起來如果不是美國這幾年 搞了科技戰貿易戰的話 兩岸的這個經貿的互動態勢不會降低的 那他們就說那你這個反台獨是反到哪裡去了 看起來反台獨沒有效嘛 所以這個文字的表述 再加上過去這幾年 中共慢慢強化對台灣的這些壓迫之後 我覺得確實真的要正視 中共在未來特別是在賴清德上任之後 如何要壓制這個所謂 不管叫台獨精孫也好 或者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也好 他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可能會發揮的 對台獨的鼓勵的影響 我們確實看到中國大陸他最近不只是在行動上對台策略做了一些調整 包括剛才您提到王滬寧講到的從過去一直是講反對台獨跟外部干涉勢力 一直到現在的打擊還有遏制 那這確實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那這個訊號不只是放給台灣 也是放給在兩岸之外那些想要以自己的政治的意圖或者是利益去干涉兩岸未來互動的這些外部勢力 他不一定是國家可能是一些組織 譬如說一些研究機構或者是一些政治組織 那這些的訊號我想在文字也把它表述化之後不只是行動包括文字也講出來之後呢 我感覺到就是過去幾年有些人他們一直在質疑說中共當局的反台獨是在做什麼 因為確實在反對台獨可是呢做法上是什麼 做法上其實並沒有看到中國大陸那樣子一種比較積極的作為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因此導致了在台灣台獨的氛圍似乎有高漲之勢 那他們也一直在督促中共說你要反台獨你就拿出真本事 那我當然我先退一步講就是說兩岸當然最好不要搞到這麼僵啦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和平發展啦 能夠政治解決就政治解決嘛 不要最後把這些動刀動槍的這些態勢都拿出來了 可是確實有些人認為說中共你如果只是講 然後都沒有做 然後兩岸的這個經貿的互動看起來 如果不是美國這幾年搞了科技戰啊貿易戰的話 兩岸的這個經貿的互動態勢不會降低的 那他們就說那你這個反台獨是反到哪裡去了 看起來反台獨沒有效嘛 所以這個文字的表述再加上過去這幾年中共慢慢強化 對台灣的這些壓迫之後呢 我覺得確實真的要正視中共在未來特別是在賴清德上任之後 如何要壓制這個所謂不管叫台獨精孫也好 或者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也好 他在這個位置上面所可能會發揮的對台獨的鼓勵的影響力 老師您怎麼看就是在未來中國大陸在外交上對於台灣的這個國際空間 是不是會再讓它更加的線索 其實剛才您的問題也提到了 確實我覺得中國大陸它現在不只是在九二共識 幾乎從兩岸的官方之間消失了 然後沒有溝通管道之外呢 其實中國大陸在外交的場域國際空間的場域對台灣的壓制越來越明顯 最簡單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蔡英文任內才七年半多一點點 邦交從二十二個變成十二個 我算了一下它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四點五 我們就算四十五好了四捨五入 那如果你說邦交是一個 我們講國家是一個公司好了 邦交是一個公司的重要資產 絕對的 你這個重要資產縮水了百分之四十五 董事長還可以繼續做 或者他的總經理可以繼續做 這個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一個現象 那中共不只是在這方面 對蔡英文政府施加壓力 蔡英文政府沒有辦法反擊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觀察到最近 其實大概就從2018、19年開始 在越來越多與台北這邊斷交的場合裡面 都提到了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案 那這2758號決議案說實在 它沒有牽涉到所謂是不是什麼一中原則的問題 它牽涉到的是兩岸政權哪一個 坐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上面 但是這2758號決議案確實對台灣的國際空間是一個惡商 那中國大陸在很多的場合越來越強調這個 其實很明顯的也就是說 它在外交上給台灣的壓力不只是在邦交 不只是在那些國際組織 而且在對於所謂的一個中國的話語權上 我想北京現在越來越認真的對待 那蔡英文政府呢她又不敢講說我們兩邊是一中一台 她也不願意承認兩岸就是在一個一中的框架下 所以蔡英文現在我們看到就是不戰不降不走 她用的比較模糊的是維持現狀 所以蔡英文這種不戰不降不走 她這樣的一個外交態勢說實在 作為一個外交系的教授我是很擔心 因為把我們的外交空間都玩完之後 誰可以拿的回來 這個兩會在過去 如果是在台灣政局的關鍵年代 譬如說2016年蔡英文要上台了 五月嘛正好也是五月 所以這個這時候兩會往往她的 這個在涉台方面的被關注度就更高了 甚至包括習近平他也親自會在裡面發表 針對台灣的講話 是他有下團組去發表她的對台的談話 對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說 兩會雖然說她不是中國大陸 這個政府的執行機關 但是呢她卻是一個正好在時機上面 通常都三月啊或是多少 然後正好又是一個 又是代表人民的聲音的一個場所 以中共的政治設計來講 所以習近平在那邊發表了對台的講話 當然很多人解釋說 那就有一個一錘定音的作用 那確實也是啦 其實不管習近平在哪裡講話 只要是涉台的 往往就會受到很大的關注 那這一次的兩會在3月4號召開之後呢 在牽涉到台灣或者是所謂的 這個兩岸統一方面 確實有些人在講說 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法律的制定 因為像中共的高層官員 剛才像張老師也提到了嘛 這個如果台獨啊 會受到了法律的嚴厲的制裁 那法律的嚴厲制裁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會有新的法律 甚至有人說叫做反台灣獨立法 我也看過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 有可能是有新的立法 對這個可能 但新的立法我個人覺得可能性相對小 那如果叫做反台灣獨立法 那可能性更是小到不行 因為你知道 另一個法對 對你的這個政府來講 是有一個行動的依評 可是呢 這個法也是對你行動的限制 也就是說 我今天遇到這個情況 我本來有我的政治裁量權的 可以做可以不做 可是法律定死之後 人家就會拿這個法律問你說 你為什麼還不做呢 所以定那個所謂的反台獨法 類似這樣的法律 到底對中共未來行為選擇上面 到底是好是壞 其實我看是眾說紛紜 從一個這個執政者的角度來講 我相信他們有時候也不希望 處處愛手愛腳 他要有一定的政治的裁量權 好 那法律上的制裁還有什麼呢 當然也有人說是這個 反分裂國家法裡面的 施行的細則的細節 這個當然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剛剛說過了 定得越細 中共在某些特定的情境 他就必須要有所反應 有所反制 那這個到底中共需不需要呢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因為賴清德還沒有上任 還沒有上任 所以或許中共 他其實講了說 說台獨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那個法律指的就是 反分裂國家法本身 因為反分裂國家法 它又有法律的這個源頭 但是呢 它又沒有給中共限制了太多 它的這個行動的選項 而且反分裂國家法 各位應該記得 它裡面提到就是說 對於統一國家的方法 有兩大類 一類當然就是和平統一 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和平的手段 那什麼時候採取後者 就是非和平的手段 他說當和平統一的條件 完全喪失的時候 所以台獨那就是和平統一的條件 喪失了嗎 現在算是已經瀕臨 這個條件喪失的情況 如果賴清德繼續 在往這個懸崖這邊推進的話 那當然對北京來講 因為說實在 當和平統一的條件 完全喪失的時候 這個也是由北京當局 他自己主觀的認定的 其實已經給北京很多彈性了 所以我只能說 這個反分裂國家法放在那邊 就已經對於那些想要躍躍欲試 譬如說賴清德 這個可能是更想要推動台獨的 一個未來的領導人 他們可能會希望賴清德 往台獨方向走 那北京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放在這邊 而且話講得清楚了 你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麼我想賴清德 應該沒有昏庸到說 連這些話都聽不懂 那他就會想到說 他往台獨的方向前進 特別是如果上了大位之後 還往台獨的方向前進 那麼北京會採取什麼反應 北京話已經講在前面了 而且這個話 我在第一節講過 其實也是講給外部勢力聽的 這外部勢力最主要就是華盛頓 華盛頓如果看到北京 他的決心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堅定的時候 我相信華盛頓 不只是要勸北京 不要那麼衝動 而且華盛頓一定會跟台北講 你給我乖一點 那這個時候 那自然台獨的可能性 又會被降低了 老師我繼續要追問你 就是說剛提到說 這個如果是在兩會有修法 那針對於反分裂國家法的 施行事則做了修法 那這個部分跟香港的 這個基本法23條 有什麼樣的不同 香港的基本法23條 它其實是把危害這個國家安全 這國家當然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危害國家安全的這個條件 把它定得更細 定得更細 裡面它很清楚地寫到說 哪些事情包括像 洩漏國家機密 還有顛覆政權等等的這些 它應該又增加了新的五項的罪名吧 讓它也 香港的這個基本法23條 目前的草案 也很清楚地講到說 香港的政治團體不能與外 境外或國外的政治團體有所接觸 當然這是草案 香港的這個立法局等等 他們還在蒐集相關的意見 那這個說實在 我個人會覺得23條有些是還要在限縮的地方 因為香港人民的自由其實包括了政治團體 跟外國政治團體的接觸 這點我覺得是非常可以的 包括他們如果討論是民主 為什麼不可以 但是呢 在23條其他的包括什麼 要不能洩漏國家機密啊 不能顛覆政權等等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只要香港它的法律的制定 跟國際主流的制定是一致的 我覺得其實應該不是要從條文的解釋去調它 而是在條文制定之後 到底港府怎麼去執行這個條文 是不是給人家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 如果是的話當然港府必須要檢討 必須要究責 但是如果沒有呢 說實在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政府跟人民的互信 所以外界我們在香港之外 也只能希望香港在基本法23條通過之後 能夠按照國家安全基本的需求去執行的23條 而不是把它無限上綱變成 給人民加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那至於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如果有這些所謂的施行細則的話 我想它不可能細到說在什麼狀況 我要派解放軍到哪裡 不會到這樣的程度 它的施行細則可能就是只是把一些所謂 我估計是把這些類似台獨的條件把它寫出來 針對台獨的條件 當然針對台獨的條件 它一定會加一個或其他什麼類似的情境或因素等等的 那當然哪些是針對台獨的條件 我覺得過去啊 在台灣的政府包括陸委會的主管 有時候裝傻 他說不知道台獨的這個條件是什麼 那如果這施行細則把這個細節寫得清楚一點 但是還是保留一點彈性的話 那麼這個當然是對台獨另外一種遏制 那當然我也必須講說這個在台灣 現在的蔡政府 未來的賴政府就必須要想清楚 你不管是這種去中國化的政治動作 或者甚至偏向法理台獨 一直講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 這樣子偏向法理台獨的動作 我覺得他們必須要再三的考慮 我個人會判斷賴清德他的520的演說 原則上不太會超脫出蔡英文過去這八年的基調 因為他一方面在選舉的時候已經講了說 他基本上就是走蔡英文這樣的一個路線 而且呢說實在蔡英文目前的路線 對於華盛頓而言那是可接受的 那賴清德他現在一上任 如果他就要往台獨的方向衝過去 我覺得看起來實際上不是那麼的可能 那更不用講說賴清德要上任之後 不只是遇到自己他在兩岸關係的挑戰 還有他必須想到他背後 剛才楊老師講他背後的靠山華盛頓 拜登也要選舉了 拜登要選舉他不可能讓烏克蘭還在打仗 中東還在打仗的時候 台海又發生了不管是幾乎是軍事衝突的緊張 或是真的就有些低強度的衝突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請問拜登回到美國國內 共和黨就講這一個總統號稱是個外交的老手 外交壓壓呼啊 到處在打仗風火連天 那拜登內政已經左之右出了 再加上外交的話那拜登還要選嘛 所以我相信在不管是美國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之下 在賴清德顛顛自己的精良 知道自己應該還沒有辦法語意成熟到 想要做台獨就做台獨 所以他的這個520的就職演說 應該會比較四平八穩 當然就包括他說繼續要維持或者是要恢復兩岸的現狀 還有包括他過去就是在蔡英文政府的任內 蔡英文一直提到了蔡英文的所謂的什麼 他叫做兩岸互不隸屬 有時候講得清楚一點叫做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像這樣子一些 你說他到底所謂何來他也不跟你講清楚 但是他就是在政治上給你打些擦邊球 但是呢表面上又跟你做的 我其實並沒有在挑動兩岸關係 我覺得他這個動作其實主要會做給華盛頓看 做給華盛頓看 希望華盛頓不要找他的麻煩 所以他520的演說我想他大概就會這樣子就過去了 但是呢我覺得我們比較要擔心的是在今年的十一月之後 美國大選之後 美國誰當了總統 可能的這些兩岸的幕僚是誰 他們對於台灣在美中關係的位子是什麼 台灣是一顆棋子還是美國要支持的民主夥伴 還是台灣乾脆你自生自滅算 當然這個最後的可能性是最小 我覺得十一月之後才是兩岸關係還有台美路三邊關係關鍵的時刻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